亚洲职棒冠军争霸赛在日本队7比0完封韩国队后落幕大会赛后选出最佳9人阵容 拿下冠军的日本队有5人入选最多 韩国队则有3人 中华队虽预赛就出局 不过也有2人获奖 分别是获最佳一类手的朱玉贤 以及战最佳外野手三席中其中一席的大王王伯荣 日本队以预赛二战群胜之资 闯进亚关赛冠军战 他们预赛唯一就在首战碰韩国队时 打到延长时下猜赢球 不过日本队到冠军战 未在给韩国队机会 先发的天口里斗角其局无十分好投 打现也狂扫十一安公得七分 中场7比0漂亮拿下首届亚关赛冠军 这也是倒夜赌气掌兵符后的首官 日本队表现精彩 最佳九人也占最多的五席 天口拿到头首奖 西川龙马或三壘首奖 外齐和松本刚占最佳外野手三席中二席 近藤剑界则拿到最佳指定打击奖 韩国队战三席不守韩城则或最佳不守朴铭 与韩金合成这队二优打档则包办最佳二类跟游击首奖 中华队战三队中最少的二席或最佳一类的朱玉 前两场八打数二安打击率二成五十 不过左队日本队是轰出阳春炮 打进中华队本届赛事的第一分 而王伯荣虽状况有些低迷 总计六打数敲二安打击率三成三十三 不过仍在最佳九人外野手占有三席中的一席 中石电子报